我記得我最後一次帶媽媽回到上海 帶她走回來 因為她堅持知道自己快要離開 她又堅持想去她小時候的那區 找回她自己的回憶 那天我吃了一些餡餅 即是清真小食餡餅 吃了很好吃 我們翌日就走了 我們就買多了一份 打算拿給哥哥吃 我們買了之後就拿回酒店 那酒店是一個打通的房間 媽媽一間房間那間房間是客廳 我們回到客廳坐在那裡聊天 聊聊聊就餓了 連哥哥那份都吃了 然後我們兩個吃完之後 才知道死了吃了哥哥的餅 沒理由回去買 然後就在那裡笑 不知為何和媽媽在那裡笑 笑到很多軟 眼淚水都飄了 那個時刻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我媽媽最後最後幾年 我和我哥哥都很順利 那當我們走的時候 我們是帶著一種很平安的感覺 是送我來走 我就經常和他會坐在這個平台那裡 那裡聊很多 每一天 無數個日落 和我爸在那裡 有時候很外面下雨 我爸又會搞那個人群出去擋雨 那那個位是一個 我覺得是我和我爸的世界 那有時候是未必會說話的 他可能在那裡看書 我看書 然後又聊聊我大哥的事情 有些人帶狗走過 我們又會聊那些狗 因為我們兩個都很喜歡動物 那這樣過了很多個 好正的時刻 那所以那個位是 一個我們的世界 那當然現在的餐廳已經不存在 因為我爸走了之後 我媽媽太心痛了 他不想再經營他 那我們也把他閉嘴了 那現在回想起那個畫面 我真的覺得人生是很無常的 那當時我覺得是我的世界 那現在可能是被人家經營的 人家的世界 也可能變成一間雜貨店 或者一個超級市場 那個畫面永遠是你的世界 是的